泰迪刚撞死养殖场的肿猪 就被老板抓起来和母猪配处 老板要求必须生下十万头小猪 这样才会放他离开养猪场 泰迪当即就嚷嚷着要报警 可老板却好心帮他打了电话 佛伯伦们诡异地看了他几秒钟 突然笑着说只有这么哇塞的基因 生产出来的猪肉味道才会更鲜美 泰迪听完无比的绝望 他只能先开始和猪培养感情 可也就是因为这一举动 让一只小猪对他一见钟情 不仅悄悄为他偷来了钥匙 还在他逃跑的时候帮他带路 很快男人就找到了自己的车 不料没跑多久汽车去策返了 泰迪只能朝森林深处狂奔 一不小心就滚到了陷阱里 就在泰迪以为这下死定了的时候 养猪场所有的母猪都追了过来 他们用绳子又将泰迪救了上来 并且准备一辈子跟着泰迪 然而他们还没跑多远 又被抓回了养猪场 原来是老板的女儿爱上他 为了考验泰迪的人品 所以才设置这么多考验 两人很快就举行了婚礼 小猪看到这一幕后 发誓要让这两人付出代仅